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有决心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也愿意和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也期盼朝野部分党派共同合作 对内促进团结 对外重大国家 总统赖清德上任后首次的国庆大典登场 有近5000位侨胞返台参与 卸下近8年新高 朝野政要也获邀出席 向谢前总统陈水扁睽違17年再度参加 前总统蔡英文5月卸任后首度参与 与陈水扁互动热落 不过前总统马英九不满赖总统提出新两国论 决定不出席 无缘上演四任元首同框的画面 今天是国庆日 国庆大会由永英高奏机以大演队形 冲场揭开序幕 三军一队变换队形展现精湛枪法 今年除了特别邀请曾经参与古宁头战役的 三位参战英雄领唱国歌之外 拥有60年历史陆军机部333吕光龙 今年也首次在国庆舞台上亮相 也是睽違10年的公开表演 活动最后则是由雷虎小组脱衣红蓝白彩烟 为国庆大会画下完美句点 台中市上个月发生公车撞死一名大学生的事件 市府宣布重罚业者并展开无限期公车大职法 物丰分局近期单日就取缔两起台中客运违规 分别是闯红灯与跨越双黄线 业州表示会对驾驶极大过处分 并且加强教育训练 才刚遭逢海伦飓风侵袭的美国墨西哥湾沿海地区 现在又迎来密尔顿飓风 密尔顿9日在佛州中西部的西埃斯特机登陆时 为三级飓风 目前强度持续减弱 但由于密尔顿的暴风范围狭带大浪水气 包括佛州大城坦帕士和部分地区已经传出灾情 目前当地超过100万人处于断电状态 还有烟水和房屋损毁 专家警告必须注意后续再起 以上由公式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